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用最簡單的方式讓各位了解什麼是EFS 不論你對這個是初學者或者是進階入學者 你可以看看我們的影片 我們會用最簡單的方式讓各位了解 首先呢 EFS丟失會怎麼樣呢 這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假如說你弄丟了它會煩什麼事呢 第一就是 IMEI也會一起跟你說拜拜 第二個就是 你的手機就算插入SIM卡 也會顯示出無SIM狀態 代表手機就算插入SIM卡也永遠無法再打電話了 那我們先講出這個IMEI到底是什麼挖哥呢 IMEI就是手機的身份證 假如說你手機不見的話你記得你的IMEI 基本上IMEI在你的手機包裝盒上面都會有寫 那假如說你的IMEI不見的話 當你手機不見的時候要交給警察查案 你的手機一定是無IMEI的狀態 警察也就算拿到你IMEI也是沒有用的 那SIM卡這個問題比較嚴重 就是就算插SIM也無法打電話 就變得像平板一樣 呃無法打電話嘛 那首先呢我們要講為什麼會丟失 為什麼會丟失呢 呃第一個最常發現就是 當你在刷機的時候 不正常的刷機 不正常的刷機很容易導致EFS丟失 基本上EFS是3C用物才會遇到的東西啊 其他廠牌應該沒什麼機會遇到這個 那不正常的刷機我舉個例子來說 假如我們今天是Node3 呃大家可以知道Node3是 一開始它是4.3 後來又變到4.4.2 再來就差不多5.0了 那我這隻是N900U 所以沒有4.3之後我拿到的時候就是4.4.2 再來就是5.0了 那基本上 當你4.4.2升到5.0之後 你的機品就會被改寫成5.0的新的機品 那這樣也意味著你不能再降回去4.4.2 除非你有5件套組 那基本上 假如說你硬要降會怎麼樣呢 通常三星的Odin 它應該會提示你不能讓你降回去 以防悲劇的發生 假如說你刷入三方Recovery 用這方法強制刷回去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呢 EFS很有可能跟你說拜拜 機瓶也有可能會跟你說拜拜 那你可以知道這多嚴重了 基本上 原廠的RUN5.0是升級到上面的版本 基本上絕對不要再降下來了 除非說他們的這個 他們的版本號碼都差不多 欸這樣子也其實也是不行 那 假如說你是5.0 降到4.4.2的三方RUN 注意是三方 我們以迷惑AI來說 它是可行的 就不會有機品跟EFS的問題 所有的三方RUN就算是降級也沒有關係 那 這就是我講的不正常刷機的問題了 那 希望大家也不要遇到 那第二個比較常見就是 不正常的重開機 那當然 為RUN5.0用戶是不用擔心這個問題的啦 不正常的開機就是 嗯 RUN5.0之後你可能 調整到什麼東西 導致你的手機消毒了 這樣就有可能會導致EFS丟失 丟失之後怎麼還原呢 相信這是大家比較好奇的問題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在N9 5.0的時候 丟失了 那 剛好有人備份5.0的EFS 大部分 的N9裝置 基本上應該是 同一個系統版本 它可以通刷EFS 它有備份你就可以還原回去 缺點是 你的INEI 會是它備份的INEI 這是你要去承擔的缺點 那如果 比較衰一點 只有 網路上只有 4.4.2 備份的EFS 你就 需要 降到4.4.2 的三方RUN 不要再降到原廠的RUN 三方RUN 然後 再讓它4.4.2 的EFS 還原回去 然後之後再升級到 這個官方的5.0 的RUN 基本上EFS 有可能就會回來了 那 不過講到這邊 大家有沒有對EFS 有基本的了解 那其實 大部分的人 只要了解說 EFS 不見就是會 按EI丟失 以及手機無法再打電話 這兩個問題就好 呃 Wii Root的用戶 也不會遇到這個問題 然後 也沒有在刷機的用戶 也不會遇到這個問題 那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樣囉 謝謝大家的觀看 那我們趕快見囉 掰掰